iPhone手机更换后壳玻璃 需要注意些什么 很多顾客反应 自从更换了后壳玻璃以后 手机总是频发重启 那么问题是出在哪里呢 更换手机玻璃后导致重启 最为常见的几个位置 分别是充电尾排 以及闪光灯排线 拆卸的时候 稍微不注意 就可能导致排线断裂 引起重启 iPhone12以后 无线充位置 如果没有绝缘保护好的话 也是会导致手机重启 或者无线充电的时候 机身发烫 看到这里的朋友 都了解了没 点击头像 关注我们了解更多 维修小技巧